近期,美国心脏协会AHA更新了2021年健康饮食指南,一共提出了十大建议。 AHA是美国最权威的医学指南之一,此次调整是时隔15年来的首次更新。 该指南是根据现代人们的饮食习惯,以及文化、种族、宗教背景等因素而调整的,使其更为实用于当代生活。 同时,AHA还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就养成健康的习惯。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更新后的指南到底都有哪十大建议吧。 一,保持健康体重。 现代生活方式,大家往往都会吃得多,运动少。 AHA表示,保持健康的体重是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同时,如摄入过量的健康食物也会造成体重的增加。 因此,保持长期的健康饮食的同时,也要注意维持能量的平衡。 二,多吃多种类的果蔬食物。 AHA指出,水果和蔬菜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,也可有效地降低风险。 另外,深色的水果和蔬菜通常含有更多的营养物质。 然而,冷冻食物通常伴随着大量营养的流失,因此新鲜的蔬果最佳。 除此之外,也建议整个吃,而不是榨成果汁。 三,优先选择谷物食物,减少加工食品。 报告中显示,多项研究证实全麦食品好处众多,且对心血管健康有益。 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。 四,选择健康的蛋白质。 建议优选植物蛋白,比如豆类食物。 经常食用鱼和海鲜,食用低脂或无脂乳制品。 肉类食品尽量选择瘦肉,并避免加工肉类。 五,选择液体植物油。 AHA强调大家应该避免使用热带油,比如椰子油、棕榈油、动物油,比如黄油和猪油和氢化油。 通常推荐使用豆油、玉米油、葵花籽油和亚麻籽油。 六,选择不加工或低加工食物。 加工食物对健康非常不利,容易造成肥胖、心脏代谢蓄乱,增加死亡率。 七,减少糖的摄入。 饮料、甜点和糖果容易诱发冠心病和糖尿病,所以尽量少吃含糖饮料和食物。 八,减少盐的摄入。 盐的摄入会影响血压,因此尽量选择少盐或不盐的食物。 九,限制酒精摄入。 AHA不建议饮酒来改善心血管健康,建议大家尽量不要饮酒,即使要喝也要少喝为佳。 十,饮食规律。 日常生活中请遵循以上饮食习惯。 现代社会,生活压力容易造成大家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,由此而诱发各种疾病。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或减少其发生几率,且受益于我们一生。 那么,今天就开始你的健康生活吧!